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一下 104 学年第 45 到第 48 题 题组的阅读技巧 这篇文章里面呢 我们要提出举例说明的写法 通常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呢 会利用举例的方式 让自己的意见表达得更清楚 所以在写的时候 他先提出论点 再举例说明 这样不但可以让意义表达得清楚 也可以避免一直重复同样的要点 如果我们同一个例子 同一个要点一直在说明 也很啰嗦 但是你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的话 会让读者的了解更清楚 那这篇文章里面呢 就在第一段里面 作者先把他的意见表达 之后呢 再在第二段第三段里面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他的看法 那我们要来同时看一下 怎么样来举例说明 用哪些用语 我们看这边 For example 它是一个副词连接词 可以用大写之后放在巨手 后面加一个逗号 For example London is the capital of Britain 我们讲到说很多的都市的 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首都 那所以呢 我们举例了 比如说伦敦呢 这是英国的首都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用for instance 它用法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for example呢 放在句中间 因为它是一个副词连接词 所以呢 它是不属于句子的主要部分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 用逗号把它区隔开来 我们看这个例子 London for example is the capital of Britain 所以也是一样的意思了 只是用法不太一样 记得是在放在句中间 然后呢 前后用什么 用逗号分割 for instance 用法也是一样 我们再看下面呢 我们可以说 an example of this is 用这个写法来表达 举例 an example of a capital is London 上面句子一样的意思 只是我们用一个不同的写法来表达 那复数的写法呢 就是examples of this ar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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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些例子了 我们再看下面 这也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把这个例子放在最前面了 我们看这个句子了 London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a capital 或者把它写成复数的 前面有好几个例子了 比如说London, Tokyo, Washington London are typical examples of a capital 有些时候呢 我们会先讲了一些要点 然后再把这个要点呢 说后面好几个例子可以来佐证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句子 this is shown by the following examples 这个例子是由后面好几个 这个要点可以由后面好几个例子来怎么样 来说明 来解释清楚的 the following are examples of this 如果是复数的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写 或者是the following is a casing point his is 一个例证 事例 point 是要点 是这个说明这个要点的一个举例 好 我们也可以用such as 这个such as 的用法呢 就不一样了 它可能是要把前面讲完了之后呢 再来说举例 Some of the European languages come from Latin such as French, Italian and Spanish 很多的欧洲的语言呢 是来自于拉丁语 比如说有哪些呢 法文 意大利文 跟西班牙文 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看这篇文章的写法 我们看一下 第一段里面呢 红色部分呢 可能是这个文章的 man idea 作者呢 他先用铺陈的方式 他说 当我们想到医疗的时候呢 很多人说越多越好 但是呢 他们不知道什么呢 太多的治疗会造成伤害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把他的要点说出来了 当然写完之后呢 他可能要进一步说明 为什么会说会造成伤害呢 他就说了 有时候呢 一个检验会让你怎么样 去做更多的检验 而且甚至是什么样 侵入性的检验 甚至会导致什么样呢 一些不应该做的治疗 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 说明 为什么 over treatment may pose harm 然后呢 他就用后面这两段的篇幅 来举一个例子 来证明他的要点 要点是over treatment may pose harm 举的例子是谁呢 是Terence Power 在这一段里面 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了 他的man idea在哪里 说他们发现生病了 生病之后呢 发现怎么样呢 Difficult to refuse testing recommended by her physician 很难拒绝医生建议的一些治疗 所以这一个句子呢 可以说是这一段的man idea 他必须要说明 为什么觉得很难拒绝 就举了好多好多例子 比如说 要做好多门诊呢 这个医生一直不断地 叫他去做各种的检验呢 叫他去看专科医生呢 甚至说他的 这个检验报告回来还不错 结果他叫做更多的检验 他们要花很多的钱 要看好多次的医生 他用这个方式来说明 很难拒绝 医生所建议的一些这种检验 第三段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最后的这个地方 重要句子 Under the new doctor's care The regular testing staff and Mrs. Powers condition stabilized 所以表示他们怎么样 一定要换了一个新的方法 或者一个新的医生 来做诊疗 因此呢情况都怎么样 变好了 所以在这里呢 他也是怎么样 他们发现这个情况不对了 就开始怎么样 去问其他病人 然后发现说 我们以为子恶很好治疗了 结果呢 发现怎么样呢 到底目标在哪里呢 到底这个医生到底 我们做什么呢 他们去找别的人问啊 问了之后呢 又找到一个新的什么样 专科医生 来帮这个Mrs. Powers治病 所以情况就变好了 所以在这两段里面 因为他要说明这些事件发生的经过情形 所以用了很多的跟时间相关的这些用词 来把它怎么样串联在一起 我们看这一段里面有很多 比如even when when six month period 或者是说after several years begin, after, after a while, then, now 他用很多的这种的跟时间相关的 来把不同的ideas串联在一起 接下来呢 我们有一个问题 请同学来做回答 再来我们看一下每一段的结构 跟他的怎么样要点 这是第一段 第一段里面我们看得到 这个红的部分是怎么样 它的topic sentence 说明它的man idea 那我们从图片里面 从这个心灵地图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他先讲 大家都认为more is better 但是overtreatment may pose harm 然后讲为什么会 pose harm呢 a test leads to more testing some of which may be invasive 或者a test leads to unnecessary treatment for things 来说明为什么 overtreatment may pose harm 我们再来看 这边他还同时呢 什么叫做overtreatment 他把这边再详细说明了 比如too many scans, blood tests and procedures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 第二段里面呢 我们很清楚 它的主题句在这里 they found it difficult to refuse testing recommended by her physician 然后用这些例子来说明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 表示时间的用语 好,我们用心灵地图 再来检验一下这一段 我们看到说他先得到病了 然后发现很难拒绝 医生所建议的一些什么检验 那就开始举例了 比如说office visits 经常又做什么 验血验料的X光的检验 然后不断地被转诊到专科医师 然后每年花到多少 三万块 然后在六个月里面 有看25次医生 甚至他感冒的时候呢 赶快就叫他住院 以防万一 然后如果说那个test 回来是 就是说表示他没有症状 没有病 但是他还要去做更多的检验 所以他用这么多的例子 来说明他这一个要点 好,我们再看第三段了 第三段里面 我们刚刚讲过 他最后因为他发现之后 做了一个了解之后呢 找到一个新的医生 结果这个testing就停止了 就不需要做那么多的治疗了 不需要做那么多的检验了 他的情况反而稳定下来了 好,我们也看到 他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的用词 来串联起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心灵地图的部分 这里呢 他的topic sentence Mone Idea began questioning the treatment after consulting with other patients 他们对于这个医生治疗 有些不赖反了 开始去问其他的病人了 对于这个 他的这个医生治疗的 这个方式是否合适 然后得到别人的意见之后呢 发现怎么样呢 他们很难决定 这些医生呢 他们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要他们做了太多的检验了 然后呢 他就去找他自己的 这个Mr.Power 他的医生的怎么样 来问 那他这个医生建议他 去找一个新的专科医生 来帮他太太治疗 最后呢 用新的这个治疗方式呢 反而不需要做这么多的治疗了 不需要做这么多检验了 而且他的情况反而稳定下来了 好 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结束 zzzzzzz j